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实验室还有我们团队主要想研究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写在PPT的最上面了 就是我们是希望去研究生命的时钟是如何重启的 那么更详细的来说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找到生命的第一推动力 大家也许听过这个宇宙的第一推动力 物理学里边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问题 有很多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探讨过 但在这里边我们希望去探讨一下这个生命的第一个推动力 那我来自清华大学先介绍一下 我叫鞋尾 对 我听到很多人可能不太认识这个字 是吧 眼睛多彩鞋的鞋去掉踢手旁 那我们其实每天上班的时候呢 都会思考一些问题 为什么思考一些问题呢 因为经常就会有保安问我们 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 你是谁 你要去哪里 你要到哪里 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 经常需要思考一些生命的终极问题 然后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呢 就是生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它是这个循环往复是永不停息的 我们的 也许我们这一代 然后到下一代 再到下下一代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 我们可能也许不一定 在几十年之后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了 但是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DNA 一直在往下传 我们作为一个种族 一直在繁衍 地球 只要生命还存在的话 那么生命这个现象 一直是在继续下去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有很多 很有趣的 这个现象 比如说 那为了实现这个繁衍 生命的繁衍呢 就会有配子的发生 我们包括这个金子和卵子 那这个金子卵子呢 都是从一些所谓的这个叫原始生殖细胞 演化而来的一些细胞 那这些原始生殖细胞呢 其实就是一些 胚胎时期的 这个细胞 当然成体之后呢 这个比如说像人 他也会在一定的发育阶段呢 去产生金子和卵子 那其实像比如说女性的这个卵子呢 在出生之后 它的数目就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它可以在体内 这个生存好几十年 那这个 比如说30岁40岁 甚至有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更大年纪的这个女性 仍然是可以生育的 男性的话也是一样的 甚至这个年龄会 可以更大一些 那这里边其实就有很多 很有趣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像四五十年的 这样一些细胞受精之后 它仍然能够产生一个正常的胚胎 产生一个年轻的胚胎 产生一个年轻的个体 这个生命仍然可以继续繁衍下去 这个过程就会涉及到 Life Clock的这个Reset 就是生命时钟的这个重置 那比如说 精子和卵子受精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 我们叫做受精卵 这样一个细胞 一个细胞就会继续分裂 二细胞四细胞 那最后就会产生一个个体 所有的这些都是雄环网复的 这个从这个生物物种的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Clock可以Reset 对吧 比如说这个 30岁40岁的女性 男性 他们的精子 精子和卵子并不是一个 特别年轻的细胞 流气是卵子 为什么能够Reset 这个是怎么重启的 所以这里边很关键的一个时期呢 就是胚胎早期的发育这个时期 我们实验室呢 主要就是做早期胚胎发育的 这个过程特别的重要 它其实可以体现在好几个方面 比如说呢 在生命科学领域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本的生物学问题 它能够让我们去理解 人是从哪里来的 生命是怎么开始的 然后在临床应用方面呢 它可以涉及到不孕不育 比如说这个胚胎 为什么发育不下去了 为什么有些人不能生育 这个等于我们提到 其实现在随着生育年龄的 这个推后呢 有很多这个夫妇 育龄夫妇是不孕不育的 甚至我觉得可能 也许在座的同学老师的 这个认识的朋友里边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这个例子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呢 还会涉及到很多新的技术的开发 这里边主要是涉及到 胚胎发育相对是一个 比较难研究的过程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实验材料 比如说受精卵就一个细胞 这个可能跟大家如果做过实验 我养一盘 某些这种细胞系 那可能有一百万个细胞 那你做实验就会很 做研究很方便 但是给你一个细胞 这个实验还能不能做成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开发很多新的这个技术 好 那它跟我们的人类健康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刚才提到其实像不孕不育的 这个比例已经到了15%左右 这个主要是跟人的生意年龄推迟了 相关的 然后另外呢 像有一些这个不孕不育 它为什么不孕不育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些方法去治疗它 它是精子的问题 然后如果我们再想得远一点呢 我们现在还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 正在快速地进入老龄化社会 那么大家都想 这个元年异寿 是吧 从秦始皇的时候 就有这个愿望了 那大部分时候我们认为这个衰老 可能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但是其实天然就存在这样一个受精之后 又重启生命时钟的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过程如果我们理解得清楚之后 会不会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未来延缓 甚至逆转衰老 是吧 这个有的时候听起来像科幻故事 但是you never know 可能也许在有生的某一天 它万一实现了呢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它这个涉及到很多 基本的生物学问题 所以之前也有很多里程碑性的这个事件 包括试管婴儿 当时是在2010年的时候 是获得诺贝尔奖 然后包括前面 可能上午也许大家已经听过的一些 这个报告 像肥大干细胞的这些建立 阅导干细胞的这个技术 也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 这些都是再生医学 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了 那这里边可能特别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能够reset 人工的去reset这个生命的时钟呢 就是克隆 是吧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多粒羊的这个例子 在90年代的时候呢 那这个第一只克隆羊就被 这个做出来了 在英国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把一个 木端分化的细胞 体细胞也好 皮肤细胞也好 或者是这个其他体细胞 只要把它放到卵子里边去 它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胚胎出来 这个 不管它是多大年纪的 这个皮肤的细胞呢 它就重新就开始走向了一个 年轻的这个道路 是吧 但是这个克隆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它其实是有些 小的问题的 也不是小的问题 大的问题 是这样 就是效率通常会比较低 那这个比如说像小鼠 大部分时候这个克隆的效率呢 大概就 有的时候不到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做一百个克隆佩胎 大概有一个是可以出生的 多例羊当时是做了两百多只羊 出来的一只 所以这个实验 其实还是需要有些耐心的 假如说你做到一百五十只的时候 发现没出来 就放弃了 那可能也就不一定能做到这个实验了 但是这个反应的这个事情呢 大概是能够看得到的 就是我们在卵子里边放进去一个皮肤细胞 或者一个体细胞的时候 它能够让它的这个clock去重置 但是效率肯定不算高 因为我们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受精过程的话 效率是远远要高于这个水平的 好 同时呢 原来还有一个世界性的这个难题啊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青蛙可以克龙 羊可以克龙 很多这个动物可以克龙 但是 林长类能不能克龙 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先不包括人 因为这个是伦理上是不容许的 但是一定是不能去做的 但是猴子比如说 有没有可能去克龙呢 这个在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是做不出来的 在2018年之前 但是后来呢 这个是被中国的科学家这个 这个功课了 那么在他之前其实是做在小鼠上做过一些 前期的实验 我们得到了一些有趣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克龙的效率啊 相比受精这样一个正常的情况呢 它的克龙效率 它的发育效率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做克龙的话 就SNT 那这个效率是非常差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加入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叫做组蛋白的去甲气化酶 它是一个表观一传修饰的酶 大家可能 如果不知道 是不是特别了解表观一传修饰 但你就把它想象中一种可以 控制基因表达的一个 一种酶 就可以 然后把它加进去之后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克龙胚胎的发育呢 至少到100个细胞左右的时候呢 它发育的效率是非常好的 就基本上接近了正常的受精这个过程 那用同样的这个方法 这是在小鼠上啊 然后这个 上海的这个孙强老师 他们实验室呢 就做出了世界上第一只和第二只克龙猴 当然是同事做出来的啊 所以第一只和第二只 那这个过程大概就很有趣 就告诉我们人 人为的是可以控制这个 时钟的reset 然后而且还能控制它的这个效率 是通过了一些这个表观一传学的这个方法 这个表观一传学实际上就是 帮助基因表达的一些这个方法 那这样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 这件事情是可以做一些人为的干预的 但是这个 即使加了这样一种表观一传修饰的这样 没之后呢 我们要讲后把这几部分 就是它到100个细胞的时候呢 问题不大 发育的很好 但是出生率是多少呢 它仍然比正常的受精要差不少 比原来好一些 比如说原来可能100个里边就出来 出生一只小鼠 那现在可能有不到10 10只小鼠已经不错了 但是还是赶不上正常的一个发育过程 就是受精 所以我们就可能需要想一想 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受精 精子和卵子相遇之后 为什么它的这个效率就如此的高 这个奥秘到底在哪里 是吧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过程 就是精子和卵子受精 然后就可以产生这样一个胚胎 然后经营来发育成一个个体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早期胚胎发育很重要 刚才我们提到呢 这个过程呢 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技术瓶颈 就是它我们能够做实验的材料 是非常少的 比如说一个细胞 就是受精卵 分裂一次也就两个细胞 也不算多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虽然很想了解这个过程呢 但是基本上只能在细胞水平 我们大概观察一下 这个胚胎是怎么发育的 那这个离我们理解这个过程 可能相差了还是有点距离的是吧 这个就有点是我们在分子生物学时代 以前的生物学的时代 那这个时代其实就有一点是像上个世纪的那种时代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最好有一些在分子水平的这样一些工具 去研究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就去想办法开发了很多这种高灵敏的 我们不需要一千万的细胞 只需要一百个细胞 甚至只需要一个细胞呢 我们就能去研究基因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那这个我们在过去几年呢 就开发了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技术 这里边可能大家不一定很熟悉啊 但是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研究 DNA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化学修饰 比如说DNA的甲基化 还有DNA的这个上面包装的这个蛋白叫组蛋白 上面有什么一些化学修饰 它叫组蛋白的这种修饰 这些都是可以影响基因怎么工作的 还有呢 这个基因那个地方是不是打开了 这样打开的话 它就容易被调控 容易被启动 还有呢 比如说它的这个三维结构长什么样子 然后有一些重要的这个蛋白过来 可以把这些基因启动起来 让它开始工作 那所有的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在DNA的水平去研究了 而不是细胞水平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期做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努力 所以呢 你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为 我们这是一些基因组的显微镜 我们可以去深入地去看这件事情了 那我们有了这些显微镜之后 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从父母来的这个精子和卵子相依之后 变成胚胎的过程中呢 首先呢 就是它有很多这个父母来的记忆被擦除了 这个记忆当然不是说 这个精子的卵子有一个大脑里边记得一些东西 而是它的基因上会携带一些 我们叫的表观遗传信息 这些信息呢 是可以告诉这些基因 它该不该工作 什么时候工作 那这些信息呢 很多都是父母需要的 也就是卵子和精子需要的 那这个我们发现呢 就是这种信息大规模的都被擦除了 这个其实我们如果只是看细胞水平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看卵子跟看胚胎 差别并不大 对吧 它只进去了一个精子 看那个大小呢也是差不多的 外形呢也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后来它开始分裂的 但是只有我们深入到基因水平的时候 才会看到 它其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 它其实大规模地在擦除 父母来的一些指导的这个意见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小朋友 他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喜欢 这个父母告诉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他有点反叛精神 他先把父母来的这个意见呢 小妈妈给他去掉 然后后来再把自己的identity 自己的这个特征给他建立起来 这个是这个问题的本质 其实就是精子 卵子和胚胎 其实差了十万八千里 尽管你看不出什么 在外形上的特别大的差别 精子当然有差别 但卵子跟胚胎差别并不大 那但是这个 当很多这个父母来的 这个信息被擦除之后呢 我们叫这个不破不立 但是破了之后怎么立 这个胚胎怎么就知道 我要变成一个胚胎了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不然的话就是 我紧紧的说 我不听父母来的话 这个可以 但我得知道我每天去干什么 那我怎么知道 我应该变成一个年轻的胚胎 所以 这个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 这个英文叫 Zygotic Genome Activation 中文就是胚胎精组的激活 也有叫核子基因组的激活 什么意思 其实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个胚胎的基因 要第一次开始工作了 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奇怪 是吧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细胞里 包括这个基因 永远都是在工作的 我们从来没见过 这些基因不工作 是什么样子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心脏 永远都是在跳的 你可能很难想象 什么时候它不跳了 这个就很可怕 像基因 什么时候它居然能不工作 这件事情 听起来也很可怕 这个细胞怎么能活呢 对吧 但是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真的有这种现象 就是从一细胞的时候 基因是不工作的 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小鼠是二细胞 人是八细胞 也就是人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细胞 基因是不工作的 那这个细胞怎么能活 它主要是靠卵子里边 提供了很多 已有的蛋白 RNA 来提供一些支持 所以它可以 前面这段 不需要这个基因来工作 但如果有这个现象 存在的情况下 就会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基因第一次 要开始工作了 那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它又怎么开始工作的 这个就是我们 特别想知道的事情 因为它一旦开始工作了 那这个胚胎发育 就要开始进行了 它就要把自己 从原来精子和卵子的 那个状态呢 推入到一个 全新的这个状态了 所以这个有一点像 这个第一推动力的 这个意思了 是吧 好 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 这个第一次胚胎基因 是怎么工作的 那实际上整个 我们这个人的发育 它是一个集电反应 第一轮会推动 第二轮的这个进展 第二轮呢 启动一些基因之后呢 会继续第三轮 第四轮 这个多米诺骨牌 就一直就推下去了 所以这里边最核心的呢 就是第一块牌 是怎么倒下去的 谁给它推了一步 后边就继续进行下去了 是吧 好 那这个问题就是 谁是第一推动力 是吧 那这个 我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刚才我们说 这个基因一开始 是完全不工作的 那后边 它要开始工作了 什么东西启动了它 那大概想一想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 在基因工作之前 就应该存在了 是吧 它不是胚胎 自己生产出来的 那它应该是从哪里来的 大概的 我们猜可能就是 卵子已经带过来了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是吧 它这个 基因不工作的时候 细胞怎么能够存活呢 就是卵子 它会携带很多 营养 携带很多蛋白 携带很多RNA 来支持它 那么其实我们如果 回到克隆的这个例子呢 就已经能看到 这件事情了 就是我们把 卵子里边的DNA拿掉 放进去一个 皮肤细胞的DNA的时候呢 这个胚胎是可以发育的 那这里边发育的 很多动力呢 大概率是 卵子是提供的 但这里边 会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大家想想 就是如果卵子 已经能够提供 这个推动力了 为什么卵子 没有把自己变成胚胎 它要等精子 才进来才行 是吧 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合理 是吧 它都有了 那它就不应该是个卵子 它就应该是个胚胎 但是明显 这个并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里边 是有一个悖论 就是我得准备点东西 但这个东西 还不能发挥作用 这件事情怎么实现啊 就是这个卵子 为什么不会提前 启动这个胚胎程序 我们再想一想 这个事情 如果让你来设计 怎么设计 我们可以再回到 这个中心法则 中心法则 大家也许了解过一些 比如说我们有DNA DNA呢 可以转录出RNA RNA呢 再进一步转录出蛋白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 一条中心法则了 那如果蛋白开始出现之后呢 它就开始要工作了 那如果有什么东西 可以提供 第一推动力的话 那这个大概得是 蛋白在执行 DNA是在策划 这件事情 是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想 就是如果想让它 有这个能力 但不发挥功能 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给它 不要提供蛋白 比如说我们给它提供一点 RNA行不行 就把这个RNA生产出来了 但是不让它变成蛋白 就放在那里 然后等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呢 让它再变成蛋白 这件事情是不是 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来实现这件事情 好 那比如说呢 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策略 就是让卵子呢 可以产生出这个RNA 但没事 我先放在那儿 不让它出蛋白 这样呢 它就不会把卵子变成胚胎 但是一旦受精之后呢 这个我让它继续开始翻译 这个叫translation 就是RNA变成蛋白 这个过程叫做translation 这个时候蛋白就出来了 我这个定义推动力 就开始启动了 那么配胎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了 那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里边其实之前呢 已经有一些科学家 做过这个实验了 这个实验 简单来说呢 就是给它加了一些药物 这个叫CHX 这个药物呢 就能把这种翻译给它停住 不让它进行 这个然后再观察一下 这个胎胎还能不能发译下去 然后这个精组能不能开始工作 那发现通通这些都不能实现了 所以就是说在受精之后呢 这里边肯定是有什么东西 被翻译出来了 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特别重要的 那好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东西可以翻译出来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呢 做了很多这种新的技术的开发 这个细节呢 大家可能就不用去了解了 但是呢 我们开发了这样 一种新的工具 这个可能是我们先是 也许是第六个 这样一个分子水平的显微镜 我们都是这个叫 风山开路 遇水搭桥 哪里有困难 我们就去哪里 开发一个 这个需要的技术 那这个Ribolite呢 就是我们开发的 这样一个 翻译活动的 这样一个显微镜 这个是我们的 徐竹青是一个研究生做的这样一个工作 好了 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 我们就去检测 这个配搭发译里边 有什么样的基因在翻译 那这个是我们实验室的 这个周卓宁和王秋燕 两位研究生 博士生 和陈姜彦是团队的赵涵老师 张传心 他在现场 还有这个侯珍珍 那么一块去做了这样一个研究 我们这个具体细节 可能就不多讲了 我们就是在卵子 还有胚胎时期呢 就去检测了什么样的基因 这时候就开始翻译了 那这里边呢 我们就找到了一些 我们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些基因 我们叫做转动因子的这样一些基因 这些基因呢 就是在这个基因组开始要工作的时候 在人是八细胞 刚才我提到 这个时候呢 它就开始要翻译了 那这个黄色就代表它要翻译了 这是不同的这个时期啊 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翻译点这个原始数据 这里边呢 它有三个基因 差不多都是在八细胞之前 就开始就开始翻译了 那么 而且我们证明 它其实是翻译水平最高的几个基因 那它们几个到底重要不重要呢 我们就把它想办法 让它不工作 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呢 就叫做敲低 Knockdown这样的一方法 然后它不能工作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的胚胎呢 就不能发育到16细胞了 这个红色的呢 大概就是10细胞到16细胞 这样一个状态 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是对照组 这是Knockdown的这个组 我们Knockdown了 这个单个去Knockdown这个基因 或者呢 把三个基因一块去Knockdown 然后它的这个胚胎发育 就红色的这一部分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熒光笔好像 信号有点弱啊 那它就发育不下去了 所以呢 这个发育就是有问题的 那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基因 能不能正常工作 就是胚胎的这个基因啊 我们就发现 有30%左右的这个基因呢 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所以说明呢 至少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推动力 虽然不是所有的第一推动力 因为剩下的一些基因 还是可以正常的启动工作的 好 那我的这个报告呢 就在这稍微总结一下呢 就是我们 也找到了一个生命时钟 这个重启的一个关键的基因 我们认为呢 它也是这个胚胎发育的 第一推动力里边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因 那么这些 这三个基因表达之后呢 然后它就能推动很多 其他的这个基因开始工作 这个时候胚胎就可以发育下去了 好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继续 去解析这样一个 生命时钟重启的这个过程之后呢 我们当然可以畅想一下 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 理解生命到底是怎么繁衍下去的 是吧 我们可以 也许想办法去解决一些 不孕不育患者 让他们可以生出这个健康的宝宝 如果有些动物 濒临灭绝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克隆的方法 让这个种族可以延续下去 甚至我们未来 也许是不是可以 可以尝试去延缓 逆转车了 好 那我们再次感谢就是 陈慈阳院士团队 我们这个非常紧密 非常好的这个合作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 做出这样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然后下边是也有很多我们的 这个资助我们的研究的 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机构 好 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通常题目上所说的 他是寻找生命第一推动力的一个人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听环节 见同学们有什么好的问题 跟邂逅老师交流 好 有没有你思考一下 我这个网上有一个 我先这个网上 好的 网上的这个同学问 这个诱导分化 干涉胞技术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这个问得挺好的 这个我的理解应该是指的 IPS细胞 就是 大概前几年 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IPS细胞 这个其实我们现场是有专家的 我可能不算这方面的 特别的 了解特别多的人 但是我可以稍微简单的 介绍一下我的理解 就是现在 这个IPS细胞 就是诱导多能性干细胞的研究 仍然是非常的火 它的临床应用 在各个国家 也在逐步地在推向临床 它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可以从患者本身呢 各种体细胞 把它再转化为 这种多能性的干细胞 然后再有可能去诱导成 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器官 未来也许 这样如果我们把这些器官和组织 应用到人体上的话 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排力反应的 因为它是自己的细胞嘛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就比较好去应用 那我知道的 其实在 可能 美国 已经有 这个IPS细胞的这种应用 进入 这种临床的 实验和治疗 就是像比如说 这个一些眼部的这种疾病 已经开始了 那因为 所有的这种人的研究的话 它的安全性是 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个科学家的一个 很重要的责任呢 就是 保证 确保这个事情 在进入临床的时候呢 是比较安全的 我们也需要去检查 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这种 有可能的副作用 有哪些 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大的这个副作用 然后再怎么去 想办法去降低这种副作用 在这个的基础上 我个人觉得的话 未来肯定会一步一步地 在很多方面会推到临床 具体多长时间 我们可能可以拭目以待 好 线上的同学老师 有问题吗 刚刚那个老师提到了 因为那个实验原料比较少 所以采用的是 高厘米研究的手段 我想问一下 这个高厘米研究手段 具体是 你用了什么原理 或者是 什么技术 对 你问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其实很多人 也会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 怎么能不用 一千万的细胞 只用十个细胞 或者一百个细胞 同样的实验就能做成 那一个简短的回答 其实就是每个实验的 采用的策略 都不是非常一样 并不复杂 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把现有的 这个实验的流程 进行大量的这种优化 在各个环节 去尝试不同的条件 然后有一些 这个比较常用的手段 比如说 这个实验的流程 越短越好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这个 就是 比如说 一个实验要做十步 那它 每一步假如说 损失20%的样本 那这个最后下来的话 损失的样本的数目 是非常惊人的 但这个实验 假如只有两步 那它损失20% 那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从十步缩短到两步 实验还能做成 这个就需要大量的 去尝试 然后这个 很多都是分子生物学的 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会去分析一下 这里边最有可能 引发样本损失的是在哪一步 然后尽可能 看看它能不能去掉 我可以找一些替代的方法 包括 比如说 大家如果做过实验 我们都用那种试管 是吧 小试管 我们就会提出一个想法 这有五步反应 在同一个管里 能不能一次做完 而不是做五个管 那这些其实 都是 不一定是特别大的改进 但是叠加的一块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很多时候就能让我们 从一百万的细胞做到 比如说一千个细胞 甚至到一百个细胞 甚至到一个细胞 但是具体每一个方法的细节 其实就不太一样了 取决于那个实验本身 好 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提供环节到此结束 我们暂时感谢协伟教授 好 谢谢大家 黄山 稍微等一下 黄山小朋友们 为了彪老师对我们科学家的敬重 专门做这个话 赠送给我们每位演讲人 在那边 好 谢谢啊 那么我们第二位报告